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中国社会有许多的优良传统 他们就像生活中的明灯 指引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 在仁义理智信之上 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品格 那就是孝 孝顺父母和长辈是中国人最大的感情基调 更是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成为人们信奉的准则 那么他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又为何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遗憾 像是一种本能 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当我们出生后 父母就在用无微不至的关怀进行照顾 生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经历 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孩子 并且不求回报 自然界中 许多动物都有敬爱父母的行为 感情深厚的人类自然也注重孝道 孝早就是应刻在人心中的本能 在古代孝敬父母 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格 孝敬父母的人 往往都会受到街坊的称赞 在汉朝孝子还可以做官 但凡父母去世 子女都要回乡守孝 一般以三年为期 这是古人公认的准则 朝廷中的大官若是父母去世 都要上奏君王请求回家行孝 百善孝为先 忠孝两难全 古代孝敬父母是最大的事 但是在封建社会中 皇帝的身份在父母之上 所以许多人都有着两难全的忧愁 如果入朝为官室 必要远离自己年迈的父母 无法在他们的跟前尽孝 对父母都有着很大的亏欠 父母再不远游 更是告诫人们 将父母放在心中 不要离家太久 让他们担心 子欲养儿亲不待 现代社会 没有封建思想的枷锁 孝顺本 应该成为人人都 轻而易举半道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 为了生计人们 不得不远离家乡外出奋斗 留下年迈的父母 成为空巢老人 他们的生活孤苦寂寞 每天都在思念远方的孩子 但从不说出口 不愿成为孩子们的累赘 这就是中国父母的伟大之处 许多人在外拼搏一生 很少回家更不知 团聚是何等的幸福 有些时候 都是家中的父母辞世 才匆忙赶到家中 这时候 已经晚了 当今我们面对的困境 可以说是事业与孝顺男两全 大多数人心中 都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孝顺就是团聚 孝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时常和父母团聚 同他们一起吃吃饭 唠唠嗑 父母心中就会有极大的满足 许多人都错误地 认为自己要努力赚钱 给父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以为这才是最大的孝顺 但生活总有尽头 当我们在想着努力赚钱的时候 父母也在一天天老去 时间不等人 最好的孝顺是精神上的关怀 孝顺不分年龄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自己长大的时候 才应该孝顺 小时候所享受到的关怀都是理所应当 所以多行叛逆之事 和父母的关系很不好 经常大吵大闹 惹他们生气 这也是错误的做法 总结 摆善笑为先 愿大家心中没有遗憾 能够多多和父母团聚 那些依然在外打拼的人 希望大家都有时间长伴父母身边 说到礼仪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向中国有如此繁多的礼仪讲究 大家生活在这样的文明古国里 随口而说的俗语就是流传千年的文化传承 其中拜三不拜四 拜四要出示这一句 非常的的令人疑惑 拱手而拜是古代人的一种礼仪 为啥拜多了还要出示呢 这里面的道道 也说明了中华文化的讲究之多 为什么拜三 中国人的拜礼延续了非常久的时间 礼记里记载明日 宾拜礼于朝 常规 弯腰垂手挨的叫做拜 为了表示尊重 才会行三拜的大礼 一般情况下是两拜以示礼仪 以礼记载主人西南面三拜重宾 重宾皆达一拜 家里宴请的时候 人太多的时候 来不及一一行礼的主人翁 行三拜礼表示对来人的感谢 佛教汉化以来 积极地和中国文化相交融 用三拜的礼仪来代表身口意的 和三为一的敬意 中国本土的道教更是春秋时期 道家文化和古人祖先 神鬼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讲究阴阳 和谐和无为 人在行拜礼的时候 行三拜 拜的是天地人三才 也符合儒家根据道家学说改进的人伦刚常 这也是为何中国人结婚的时候 行三拜之礼的由来 三拜就是拜谢天地人 两人结婚相敬如宾 百年好合 拜三既是最大的敬意 也是对天地神明的尊敬 这样的文化 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和遵守 能够得到天地神明的认可 自然就会得到庇护 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 谁的内心不是毕恭毕敬的拜谢天地神明 为何不能四拜 四拜的礼仪自古以来也是有的 只是四拜的礼仪在先秦时期 并非是常礼和对别人的敬意 而是谢罪礼仪 《战国策》里面记载 配六国相印的苏秦 回归家乡时风光无限 遇见家人后 曾经不待见他的扫扫行四拜之礼赔罪 大明会典里明确地说了 四拜是百官见东宫太子的礼仪 平常百姓子女见父母可以进行四拜 日常见面的时候用两拜的常礼就好 可见四拜的礼仪是不能乱用的 四拜的礼仪到了明代是最尊敬的礼仪 表示对父母师长尊敬的礼仪 金平梅词话里说 西门庆曾对蔡太师两次行了四拜的礼仪 第一次太师非常尴尬 认为这是建月的举动 还回了个礼 第二次四拜是任蔡太师做干父母 蔡太师欣然接受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建月是要杀头的 明朝社会有着极其发达的东西厂 和锦衣卫的特务系统 监视着百官和百姓生活的日常 行了四拜的礼仪是对皇家的大不敬 这罪名在那时候是要砍头和株连九族的大罪 四拜当然是要出事的 即使不说建月这件事 四拜在明朝也是对父母的大礼 总不能见谁都认作父母吧 在古代讲究孝道文化 这样肯定也是要出事的 今天的中国 不论是三拜礼还是四拜礼 日常都很少见了 一般情况下 只是在结婚和过年以及出丧的时候 才会行跪拜大礼 当然了 时至今日 大家在拜的时候 四拜肯定不会像明朝那样杀头 但是三拜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 谁又会给自己找事呢 更何况对一些数字敏感的人 会认为四和死几乎同音 肯定会往不好的事情上面想 三拜就很好 拜多了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结语 中国人从古至今 不论是家里挂的还是嘴上说的 都喜欢吉祥如意的东西 古人留下的俗语 凡是寓意不好的事情 大家虽然不会再像从前一样盲从 但内心的想法还是希望好的 远离一些带有不好寓意的事情很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鲁